初期宇之波带图 他最早出现于火影第一部中第16话的封面里 在这张图中 我们可以罕见的看到没有戴面罩的卡卡西 而卡卡西的床头摆放的就是带图的照片 这也是他的第一次亮相 而视的带图和名人很像 都是小组中的吊车尾 都有着成为火影的梦想 从小就无父无母的他们 仿佛在为以后开挂道路做好了铺垫 毕竟 毕竟开挂的都是古玩嘛 二代火影飞奸曾说过 宇之波一族是十分邪恶的一族 同时也是非常重感情的一族 一旦他们失去了志钦 同伴就会使得他们性情大变 带图当然也不例外 所爱之人临得死 便是他成为盼人的导火索 他戴上面具顶着班的名号 重回到了忍界 他为了收复长门 不惜将出生小的成员们全部抹杀 为了抓捕伟兽扰乱忍界 更是将一个好端端的乌影村 变成了血污之力 他潜入墓叶 趁着拭目虚弱之时 借机控制酒尾并引发了 骇人亲吻的酒尾之乱 害死了水门夫妇 一度让本旧心存借地的木叶 和鱼之波产生了更大的和合 之后的代徒接受了又的请求 两人联手屠露了自己的家族 纵观全聚 如果是以非黑即白的观点 来审视代徒 那么他确实是何人 但是他饿得还没有那么彻底 他确确实实的对师母九心奈出手了 但他绝对没有想害死水门 他此行木叶最初的目的 只是来祭奠林而已 只是很不巧 他遇到了同来祭奠林的卡卡西 更不巧的是 他听到了卡卡西 说九心奈要分娩的消息 要知道 人助力在分娩时 尾兽是最难以控制的 这种捕捉酒尾 潜在难逢的机会 代徒不可能会选择视而不见 召唤出酒尾后 代徒找到了水门 他出现其身后 并没有使用任何杀招 而是配合神威的能力 想将水门吸入审美空间 控制起来 但水门用了飞雷神脱身 代徒也只好与他战斗 那时的代徒继承了 班的阴阳盾 还有木盾等各种杀招 但他却仅用了一根铁链 来应对师父水门 他只想将水门控制住 不让他破坏自己的计划 但对师父的留情 这一战也让代徒付出了代价 他被水门的飞雷神二段重创 左手的铸间细胞也已凋落 刚刚到手的九尾 也被水门的契约封印 切断了控制 既如此 代徒也只能撤退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 水门竟为了村子 牺牲了自己 封印了九尾 九尾之夜 让水门夫妇纷纷语命 为还师徒之情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 代徒也一直未对 被称为九尾妖兽的名人下手 第四次忍战中的代徒 以恶贯满盈 在即将被昔日好友卡卡西 认出时 他也并没有释怀过去 他觉得与之波代徒 这个身份 代表的是极度的幸福 和极度的悲痛 他不愿再回忆过去 只有在他即将成为 实伪人助力之时 他才以怠度之称 从内心最深处 绝望地喊出了的那一句 老师 这不难看出 他其实是渴望有人站出来 将自己拯救的 他与名人不同的是 在自己出事的时候 身边真的只有一个与之波班 在最绝望的时候 能否遇到对的人 名人遇到了 而代徒却没有 将销魂落魄的渣彩 隐藏在面具里 把虚妄的俗戒 带入无限的梦中 我是塔吉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